再来看到台湾预证史上最大的贪毒弊案 台北地检署今天上午侦查终结 以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以及收贿等罪嫌 起诉了东森集团前总裁王令玲 绿岛监狱前点狱长苏清俊 以及宜兰监狱点狱长吴仔薇等23人 前调查出东森集团前总裁王令玲 他在台北监狱服刑时涉嫌利用东森旗下的 台湾通讯传播产业协进会 跟北京的高层打好关系 之后再透过亲信胡小金来行贿 当时担任副典狱长的苏清俊 借此让王令玲获得特殊待遇 那目前王令玲跟亲信胡小金 以及其余涉案的四人都已经移送台北地院审理